来到了赛点局 这也是杭州LGDNBW的关键局 这局比赛如果没有能够拿下来 他们的这个赛季就到此为止了 就没有第三阶段的常规赛了 对 也许我们总说吧 年轻人其实有很多遗憾跟失败的机会去积累经验 但是没有人想倒在这个地方 在如此盛大的一个赛季 如此百花齐放 风暴迭起的一个赛季 青春风暴的这个赛季 如果只停在这个地方去欣赏其他人继续往前走的风景 那未必有点太过遗憾 而锦拿RW霞现在状态正胜 就如果他们保持的是上一局的状态 好像只要GDNBW这里压力就很大 是的 锦拿RW霞更要思考的是不能让自己重新回到第三局的状态 那句话 新白理者半九十 最后这一步非常之重要 他们其实现在心里的压力已经非常松弛了 因为他们先来到赛典只要再赢一局就拿下了 这个BO7 而对于对手而言 他知道对手快赢了 所以心里是有负担的 就是保底是个保底是个巅峰队 对 但是其实教练这个时候就应该说 你们就在BO1打吧 赢了我们继续输了就 再说 再说吧 看一下蓝色方的杭州LGDNBW 这种局现在就很像是一个BO1了 他们会把保压在谁身上 我觉得这个赛季的杭州LGDNBW 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说他把整个的胜负压在团队的配合和某套体系上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可能还是会压在他们擅长的东西上 先把他也想可能想拿大桥了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博弈 他现在对于角哥来讲他思考一个问题 他真的搬这些东西 在玄海教练这里要想 他搬这个是真的想拿大桥而想拿鲁班大师 是啊 他有可能是搬一些 那这个牌还不够明显吗 但是如果你搬了大桥的话鲁班大师就出来了 其实鲁班大师在杭州LGDNBW这里是胜率更高的 他是唯唯中兆的感觉 但是墨子和女娃都在外面 所以RW侠也不怕嘛 单踢出来了 对啊 张飞 鲁大 不要 也不能拿 可能考虑那个猫咪也没班 反正他觉得拿鲁班大师加黄中的话 这盘肯定是一个防守局 前期会被压得很难受嘛 确实 拿张飞的话可调整的空间是有的 但是呢这两个班位上其实 那这两个班位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反而是让RW侠拿到了什么系 对啊就是这样的班位的话 其实如果你不拿大乔 如果你不拿大乔 我还没有抢凯 凯是两边的蓝领公公英雄区 有没有可能他 待会可能才出个饼鹊啊 真有可能拿饼鹊打猫 先看一下吧 嗯 静静 静静 选择了赤城的野河 静 坦边 现在要不要出 火舞 鼓住一致 博一博了 博了 鼓住一致 这把宝就在这两个英雄上面了 早点 早点在这个赛季 不是火舞只用了一次 但没有赢 因为这盘夏洛特对到的一定是一个坦边嘛 嗯 这把夏洛特会很舒服 然后他们去搬一些比较强势的像蒙田啊这种 项羽也没了 联波也没了 RW侠的乔丹就是子萱 把球给他就对了 对 主要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边 LGDNBW在蒙田被搬了之后用什么坦边呢 关羽都给你搬了 用什么坦边来打呢 目前小洛这里用过的坦边都已经没了 联波没有 项羽没有 猪八戒也没了呀 猪八戒当时用来打野了 联波用来打野了 逼着在卡位赛 难道要在卡位赛对方的赛点局去突破自我吗 选个刘邦太近了 但是编路刘邦不好用啊 刘邦不太好用吧 感觉还是可能稍微得来点有控制的吧 什么呢 呃 目前比赛场上比较常用的都没了 因为以前最常规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嗯 郁佑金编路吗 郁佑金编路吗 这个你玩过吧 我玩过呀 那不是这个时代的东西啊 但是 这个中式流郁佑金 刘邦 这个赛季广州TTG用过一次 但那盘被压的 上半区压的出不来 就是因为刘邦这个英雄对线太弱了 他只能打支援 只能靠队友主要是 明士尹 呃 我说实话 如果是明士尹的话 还有一点机会的 因为 明士尹的话 其实他们两个刺客一冲的话 明士尹真保不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把他就没把宝压在花月身上 对呀 这盘宝的话 也不能这么说吧 他拿个明士尹跟刘邦香 那肯定还是有把宝 你看一下看剧明星在哪 我觉得一会儿 包奖 而且这把我们前面聊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前面你两位说到那个 刘邦容易出不了塔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中线也很重要 但中线这个点上 你虽然说火舞能卡 刺激之后的事 对那是后面的事情 对呀 就是前期的话 子萱这个点 他的前期打到小洛的刘邦 他是对线优势 他能打出多大的优势很重要 他其实不会受到刘邦的干扰 他正常发育嘛 这个英雄也是打中后期还整 对 主要是这盘 我觉得 我觉得 虽然说两个刺客吧 嗯 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有点期待绝翼 你知道吗 但绝翼这个英雄 他既没有明示影 又没有太一阵 他的发育很靠后的 没三间套打不了团啊 好的点是我觉得 除了一个下落特也 没什么太多人去干扰他 呃 他就是正常发育的 对 但这盘他的对手是带着明示影的 带着明示影的 就是你对线也没有那么好受 所以这盘只能把宝压在竞跟火舞身上 让刘邦对持终之翼 强行出节奏 上楼就是缩着了 随时支援 但这种这种出牌方式没有退路 就是你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 你两次出击如果见效了就见效 如果你这一盘再不 你也有点感觉可能真不好打了 这把就是要破釜沉舟 对啊 对啊 破釜沉舟 突破自我嘛 二大陆侠就要稳扎稳打 防住对面的第一波冲击 他们这个阵容跟其实跟那盘 LGDNBW的孙并配孙兰相像很像 只要防住了第一波冲 他们后边就很好打 他们放开打吧 真的放开打吧 无论如何 我觉得杭州LGDNBW不能在这个地方说 到最后还是那句话 你总是想到自己当初没有把状态 调整到最好 你会很遗憾的 今天总得让我们看到一点 他们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 对吧 青春风暴的样子 是的 蓝色方杭州LGDNBW 红色方济南RW霞 双方比分2比3 把时间交给现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全部ок搞ng 黑霍涵 进冲 白甲冰 张君 看入大家 成余了 五三天很看到 幸福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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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最好准备 genius 是的 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是的 而且已经先来到赛点 下路压得很凶 明显不在 而且张飞是直接把宝来笑了 并没有去管 但是就很明显啊 他帮你把上半部的东西全拿了 因为下路特这把本来对线就没压力 下路特拿个合线拿个刺甲 一会儿又更早到刺 下路双向吃点亏就吃点亏吧 总得收一点是吧 对 终于一个地方要吃亏了 对 小路 这个 真没法对 紫萱在控线了 他不清线 他在等着 等凯来 等着下一波兵线对接 清完兵线直接到四了 对 但是 上次 这个也是进动手的一次机会吧 嗯 但进没有选择去上路 他觉得刘邦开局太弱了 没有选择帮刘邦 先吃中 这里应该没什么想法的 其实是看一下对手 会不会走一过一靠前 给一波机会 火舞加上进 那这个其实 说实话他不如不出来 说的 这样子都知道他视野了 他前面的进 现在肯定是注定没节奏了 只能多刷吧 上路刘邦帮他卡线了 而且夏洛特基本上反正像单压刘邦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和线都能控 就是不要烂 不要烂 找到好机会了 双刺客和解 真的在中路找到机会了 对 这就是火舞加劲嘛 而且因为明侍影的原因 对中路的帮助其实不够 是的 而且明侍影一走 中路没视野了 就需要无双这里的凯 多帮沈梦西开视野 要不然沈梦西是清不了 拿不到现权的 这里像可以看得出来 还就是两路劣势线 只有刘邦那 只有夏洛特那也是优的 就看夏洛特能给队友多大的回馈了 是的 你说这压力也挺大 对 但是他今天赚得还好 就把宝压着了 是的 主要是我觉得效应 他一开始选择帮沈梦西 又来 再等一次 没开二度 哇 不对劲了 这把琴师要被打崩 是的 刘邦给大招 乃力口 张飞拍个减速 闪见调位置 还得打 但是上不够 反手自己要挨塔上 另一边也缺 压力了深 但是夏洛特这里和 凯已经把清的蓝区给收割了 好圣人啊这波团 瞬间 镜头721瞬间 绝一块倒了 哦 这里活物质要卡过来 想想吧 沈梦西来了 但是血量其实还可以 沈梦西过来的话能帮忙 这里镜蓝buff被控了 被控了 他如果后边很难受了 还被控的话 那这盘镜就很难发育了 是的 来看一下 五千是 这个其实有点大意了 他想往对抗路靠 没想到镜会在这个位置 对 哇 这个就没办法 面开 跑不掉 那种减速 就是爆发高 减速多 小洛这里等级被压了一几半 没辙啊 你对抗路刘邦传一次 你就得丢一堆东西 掉一波线吗 因为你没有限权 其实他们这波下鲁鲁能不打 是最好的 因为这里没抢到 想试一下 因为你不打的话 其实 对 发育发育 把镜节奏性 慢慢让他顺点 滚住 对 因为镜前面已经有节奏了 已经出了两波优势 说白了 把节奏的主动权放到镜手上 对 那决定在哪打 就在哪打 你不能两边都打呀 是的 两边都打 你注定有一边要亏东西了 毕竟这个夏洛特 这边就是五星优势呀 没错 而最好是不要在发育路这个地方 因为发育路跟对抗路离的最远 来了 这波蓝区 要进 必须得进 这个蓝你不守吗 不行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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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是5v5 那技能一个雷 卡的位置蓝谁拿到了 金币拿到了 还要打吗 凯很落 张飞捏了个大的 退了 但中塔呢 哦 这里 追着打 刘邦给了个大招 把中塔拆了半截 但是对于火舞来说 中塔也算是可有可无吧 但其实RW还是赚了 我每波如果打你蓝 然后中线东东抢到的情况下 每波都压一波中 你中路迟早是要掉的呀 是的 就是得双枪直接来上路了 这里想踩上塔 这里双刺客怎么说 哦 先动手 踢两个 反手进来就要先秒 极限换 夏洛特差一键 已经能跟过去拿到这个人头 那侧妹的话 竟拿到了明世影的人头 凯侧没压过来的 塔还没掉 开打 强打 打招吼一下 吼到了 打卡住 夏洛特进来抢手一个人头 在自己这里还在往处撤 刘邦给大招 保张飞 夏洛特跑是不跑 原地大招 反波安定的回血 跑不了了 一波二万四 既然走不了 那就继续打 对 哇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他们 这里 已经把这个 气势已经打出来了 这火舞只要在 他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 对 卡卫赛 对方的赛点 绝被打到这个地方 你还不拼你在等什么 就是亮剑精神 那这个时候谁敢拼 谁有机会 这就是二打三啊 明着二打三 这二打三直接天 刘邦第一时间还好没打 如果有大的话 就可能进场会更完美 对 当时的RW侠没想到竟敢这么开 然后RW侠这里也开也是顶着塔上 张飞一个吼 大家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都是超水平在打 是的 精神都很集中 总结一下这波还是航转LGDNBW大转特转 下个来是要没压力的法语 哎呦这里开砍上去 那伤害低了 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看起来非常强的就是 那这么打一会儿啊 我跟你讲一定会打出两个上头的 对 真会打出上头的 谁抓住那个机会 在关键时间间就来了 有的时候可能就拉不住了 对 哦这里直接反红 这里开大直接飞 有棒给 红拿到环妹怎么说 你得走了没进去了 但是凯没大招也追不太了 是的 就一年闪现 红没反到 但是也没给算上枪 一点亏不能吃 那下一波凯大招好了 已经好了 这中台的血量也不健康 就现在这两名 呃 好像在他们眼里也没什么发育了 接着就打 我不跟你打 我就没有发育空间 我必须得给你押住 感觉赤神觉得 哎有个刘邦在 我只要动手刘邦给我打 这团就能开起来 下线在那里吧 中塔 没了 中塔给了 如果进不在的话 团单是打不了的 那进要带线 进场发育 得发育 就算你有刘邦 你也是进在带线的 对得发育 但是这个阵容 锁性比较好的是 张几小教练 在游走位上拿了个张飞 就刘邦不用去做前排 哎 前排有张飞开视野嘛 刘邦但凡去做前排 这英雄就废了 但这手刘邦也是阿达达逼他的 他就是个二游走位 说白了二辅助 你看他的装备 其实他也很知道自己要干嘛 满CD 多开大 就小洛在这个时候 只能选择把信任都交到队友身上 我的理想决议因为破选还没出来 打不太动人 现在FW的话 还是可以玩领上装一装的 对 来看一下双方卡的龙的位置 暗影战斧 引论加无尽 还想进行 还是要打 要打吗 夏洛特在往过赶 然后是这个凯啊 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想求战的欲望了 但是凯其实不是很怂的 啊 就求战这个事凯爹什么时候怂过 他完全可以吃你两个刺客一套 然后为孙上香创造输出环境 凯开大的那8秒就是无敌的 来 又想动手 来了 给大 就打凯 哦 这大招也不交 不着急 静留着大了 但是下不凯没大的话得注意一下 对 因为静还有大 是的 但是刘邦的大是传过来了 逼出来夏洛特 侧面压位置 动手打刘邦 然后张飞大逼出来 逼掉刘邦一个闪线 这波遭遇逼出来的技能很赚啊 张飞没大了 缓了一大口 然后刘邦闪也交了 是的 就是一波小小的碰撞 没错 但是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啊 你说 如果说夏洛特他一直在正面换团 他不去带线的话 就是他可能陷入一个误区了 他不去带线给点压力 不去发育的话 一直跟着团的话 其实好像 边线永远是LGDNBW 所以他更多的还是要起到一个带线跟收割的作用 对 我觉得他应该至少应该要去多吃之前吧 但人在这种战志正憨的这个时候 还是会把GD更多的放在正面上 对对对都想跟着正面去打团 但是他在正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他可能在挂机 对吧 总想着 万一打起来我不在怎么办 是啊 太担心的是 这个猴武其实一直在帮这个净带线 我跟你讲 就是带线不带线的事 等暗影暴君后面再说 等架打完了再说 谁拿到这个龙谁才有资格带线 张飞又大了 这里有一个张飞也是比较克制猫咪的 他不是很痛 对 这个时候子宣掏出了一把纯净仓球 让刘邦去带线 这个时间点刘邦的驾驶 这里追这个进的位置要打了 但是好像没出效果 打了半血进没大招了 哎 明星引大招交给了夏洛特 但是刘邦在带线啊 去看这一波如果打起来 等会儿 二代不想要Rush不管 进没大招的 不是你要带线 哎 这里不要了 夏洛特直接切掉了 不是和我原地带给大招 刘邦大也逼出来 自己再杀个回马枪 决一关来想秒 那手里有纯净藏球 他没有倒龙拿到 再帮一个大也吃下来了 哦 这一波子宣又是子宣 又是子宣 顶着你静在旁边把活物给杀了 今天的子宣按照就是观众们最喜欢的说法 他请神上圣请到了你 今天的子宣宛 宛如一个战神 战力爆表 所以说今天我觉得玄改教练在这点上真的也做得很到位 有句话叫做善战者 故则于事 故则于人 故能责人而认识 就是他不会说固定我一定要用谁来 嗯 他看今天这个势头在谁身上 然后再往哪去交 然后今天子宣一上来 第一把就打出了气势 他今天没让人失望过 对的 前面赢的局MVP全是啥 而且他敢动动活物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个劲 他在领上已经把大招交过了 他不怕 对我动你你也打不死我 他有纯净苍穹 他觉得那一波就算一个火舞进来 哪怕有刘邦他也没有压力 那当他一个人能牵制金家火舞 且刘邦要传大保镜的几乎三个人 三个人一个人牵制三个 那正面双弯箱压力小得很 那双弯箱就太舒服了 本来说放掉了一条黑暗 放放到了一个这个对方路的二塔 然后接着他一波发挥拿到了暗影暴君 然后现在又可以继续去拓展优势 但是也可以看看莱西奥的装备吧 他的装备的气暗离破晓的话 还有一点远 其实伤害是比较不太够的 对 他先出了暗影战斧 对 这里还是要对看 在这 但是现在猫咪的大高 相有点痛 毕竟说张背的大 但这个吼这边吼到的双弯箱 但没有办法跟 再跟一道输出 凯亚在正面 夏洛特侧面赶来 一个人赶着四个人跑 先打不出后 我压到了一半的血量 火力压制 这里没脾气 对 现在的火力 两名确实不是一个量级的 因为杭州LGDNBW刺客都没有绕好位置 全部出现了正面 他没有打的欲望 这波就被追着打 然后你面对到的是一个 哎呦 看一下 现在场上的这个经济曲线 就是那一波暴军 对 这个曲线 经济反超 波动极大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正面 你面对的是一个顶在前面的肉凯 侧翼的夏洛特 对 背后火力支援的沈梦希 还有一个有名适应的双弯箱 这个火力确实不是一个量级 就是你现在可以把双弯箱 直接当做神装了 对 现在的LGDNBW能做的只有釜底抽新 正面对抗肯定对抗不了 你只能说想办法 侧面去偷掉对面的火力点 他需要一个团战的布置 是的 怎么布置 你不能正面还没开起来 就被对面消耗残了 以至于没办法接这个团 要么这不出手 出手就得一击必杀 但是什么系 这个英雄特性就摆在这里 也没什么办法 他必须让你掉血 对 看这个高地怎么死亡 要掉了呀 好痛 没法开团 你两个刺客都在正面的情况下 你张飞吼不了 现在打不出去 就是如果在RW霞的事业里 能看到竞跟火舞 那就很安心 那张飞这个团怎么都开不了 除非真的是四上相翻滚那么一瞬 这边张飞吼住了 对 这波想开啊 华月其实很稳 他的打法很稳 他可能经验不能说特别丰富 但打法很稳 你要想弄凯的话 确实也比较难的 你弄他 其实后面的叔叔很开心 一个雷 先骗盾 龙斌暂时都处理完了 但是掉了一座边路高地 现在破晓也出来了 莱肖的装备伤害什么也是拉满了 他就等一波团了 现在就看攻防吧 暗影暴君 暗影暴君应该是不好争的 但我觉得这时候不能告以庆幸的 一波团的事情 他们想打的欲望可以看得出来 很强烈很大 张飞是想绕的 他自己一个人往侧边走 张飞现在扛不住啊 他去给视野他就要挨揍 他所以想直接从侧边吼一下 然后让静进场 这个戴明师尹的算上香打得太痛了 一看视野半条血 这里已经拨了半条血了 这一个雷扎过去 静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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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抓到张飞吼了一下 能逮到 火舞先挡 直接秒掉 那香特侧面也在这边 继续跟说出 凯往前压 找的是对方的射手 决意决意这个点边拉扯 边后退 还能散打 反战有戏 香特可以吗 泵一剑冲去 三连决胜 这个下路特要收割战场 太硬了 跟过去 再跟七星光芒剑 四连超凡 下路有超级兵 感觉有机会一等 这第一波吗 最快复活 十八秒 往前走 但是RW侠还有四个人 加速 最快复活的是十秒的早点 但是不住火舞 进展能力相对有点差 有点拦不住了 静拉扯侠的替补戏 全部都站起来了 流氓一个人顶在前面 四个人激活打 持续掉点 兵线他轻步干净 两个人复活 撑住时间 能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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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波小洛也是拼了 把装备都卖了 出了过假 他只能这么拼啊 对 已经就没了 其实这波已经是 是杭州2GDMW 从开始到现在 找到的最好的一波机会 是的 他们把双按键技能全交秒了 但是夏洛特在盘名 他很安全 然后满血 没人能管他了 对 而且凯还是去冲的 这个来消 来消根本打不动 就等于说当凯把来消冲走之后 谁来打这个夏洛特 对 就看夏洛特一直在盘名 唇被动的 等着 卡住位置 然后凯把唯一能打 夏洛特的人先赶走 对 进这个位置 一下 焦大招能走 全技能焦的这波安影主宰 就没得打了 不过安影暴君是刚刚被技能 RW霞拿了 双龙 很难办 但是现在呢 等于说杭招GDNBW 他要再拖一条主宰 然后也许要拖将近三分钟 然后去拼一条龙王吗 这条主宰起码能破三高了呀 这太难了 呃 不好说 反正现在因为已经到了后期了 都是一波团战的事 那最次他都要去拼一条龙王才行 对 他如果说又一种情况叫做 在高地把锦囊大招打个团面 这个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最主要的就是进火舞 包括刘邦 所有人都上去切锁上香了之后 其他人没有办法 包括张飞大招也交了 没有办法保决意的输出环境 主要是因为这一局 张鸟教练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他这套阵容是一个孤注一致的刺客阵容 他不是一个阵地战的阵容 对 如果在高地上 大家摆开龙门阵来打 真的不是那么 好去处理的 哇 这一个雷 太痛了 直接藏了 都得回家 都得回家 要试试看杀死比赛吗 这里有一条大龙 进来了后 向左车在找 向左车在找 向左车找进行 没有能够到侧面进场 找双翔 一枪反秒 火舞直接倒 再跟输出 刘邦压在正面吃了个雷 炸到半鞋一上 凯顶在正面 向左车的侧面威胁 上飞开打没有效果 刘邦原地给大家 静静的想找双翔的位置 黄连自己想和破甲 就是打不掉 换位两次 打掉一个凯 但正面的数量还是非常够 闪现往后车还有四个人 决意还在输出 不得还在手上 紫轩打不掉 拆水晶 恭喜 敌战RW下 4P2 战胜杭州LGDNBW 卡位成功 杀出毕足 紫轩今天的表情 真的是让我引擎一亮 能不能看到当年自己 看得见了 今天杜杰站在这里 看到今天这样的紫轩 很多老观众来讲 是一种 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今天的几男RW下 他们时隔了 起起伏伏 进入S组 又跌出去 再次的沉沦跟基点 他们终于在今天 我们看到了一副 自信而不自负 张扬而不冲动的面貌 好 我们再次恭喜 几男RW下 感觉紫轩也真正意义上的 在赛上找到了一次 自己想要展现出来的状态 他很想 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去carry队友 紫轩真的告诉大家个道理 如果你真的有遗憾 你把它保留在心里 它毫无意义 你需要做的是把它转化成动力 然后真正让大家看到那份决心 然后用你的表现去告诉所有人 我不会再遗憾一次了 几男RW霞确实锁定 2023年 KPL夏季赛 常规赛 第三轮 A组 他们的故事还没结束 这支队伍到底能够走到哪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也不敢去神话说 他一下子冲到一个最高的山顶 但是最起码在时隔了那么久 我觉得真正一赏在当年那支几男RW霞 杜杰那个时候的几男RW霞之后 我又一次看到了这支霞身上的精神 是的 而杭州LGDNBW这一赛季 就遗憾的要到此止步了 说句心里话 这一赛季他们带给我们非常多的 忐忑 担忧 惊喜 等等吧 但他们确实在上个赛季经历了 出道级巅峰的高峰 这赛季又经历到了意想不到的低谷 用杜杰的话说 这是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必须要去经历的事情 也许他们真的需要一次这样的打击 其实我在决一的双人会上 我给他一句祝福 我觉得也送给整个杭州LGDNBW 就是希望既然你们已经遭到了低谷 希望你们在职业生涯的初期 能够把所有该遇到的坎坷全部经历一点 真的 其实有时候跌跌跌的早一点不一定是件坏事 是的 因为如果摔的太晚 等你再摔的时候你就爬不起来 所以早一点遇到这样的坎坷 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他们的未来我们看得见 只要他自己不放弃 我们来看看 他们这一个赛季如何走来 杭州LGDNBW 遗憾无缘 2023年KPL夏季赛 常规赛第三轮以及季后赛 这个赛季的话我的期望是向冠军努力进军 接下来有请杭州LGDNBW 这里张飞被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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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LGD NBW 3比0的比分取得了自己在第一阶段三组的第二个大场胜利 下场比赛看一下谁才是早饭之王 赵华斌就看前大场一样一趴攻击 轰死篮起来 这一次他们没能够战胜北京微博 但是LGD NBW也展示出了非常强的压制力 一天的杭州LGD NBW在自己的主场士气如何 本场比赛成都A级超王会对战杭州LGD NBW 谁赢谁去S谁输谁所A Kat抓到你我就抽你 Kat你小时给我低调点 第一把汉藏你力都站到 OK吧 LGD 加油 要硬搞了 报告一下奇迹 哇一个圈直接回家玩 分摊得太厉害了 分摊得太厉害了 完全打不出伤害了 Kat估计又要有大招了 整队的小王会 LGD NBW 打了不够主动吗 还是想让兄弟们打主动一点 就整体都很急 我也很急 确实是没有指挥位 然后还是要磨合一下 然后来确定一下风格 宝贝 好 我是说 我拿着 金黄和灯头亮起来 宝贝 他 揀 我 稍微有点情绪波动有点大 不用灰心的 其实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证明自己 遇到什么困难也不会放弃 会越来越好 不服输是对的 这就是电竞 这就是热血 我觉得一场比赛的实力 没有关系 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坚持到最后 你没有失败 你只在等待下一个机会而已 确实对于杭州LGD NBW来说的话 这个赛季的他们路途并不平坦 我们刚刚也是看到 他们在这个赛季的回顾 第一轮其实在这个赛季以来 他们杭州的主场之后 我们看到是两连胜 但是很可惜 他们没能把握住 跟北京微博的那场机会 如果说那场赢下了 可能他们的 就来到S组了 可能简直就会一样了 目标就已经达成了 但是这个赛季对于杭州LGD NBW来说呢 有收获 当然也有发现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你像是最直观的 Cat的一个回归到成队去超红会之后 他们杭州LGD NBW的指挥问题 大局思路问题 已经全部都暴露出来了 对他会在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当中 慢慢的去呈现出来 对但是也有收获 就是决意的成长 决意是被迫成为队长 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扛起了 很多这样的责任 包括他风格上的一个转变 对其实不单单是 队长的这个责任吧 我觉得他变了很多 他至少会了 会很多局内的一些指挥 当然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操作 他成长是我们大家肉眼可见的 一定是有进步的 要不然也不会说 这个赛季我们从语音当中 或者从画面当中 就能看到他的一些改变了 对就像我们今天 看到的那局孙上香 对吧 欧阳你还记得吧 那局孙上香 他是七杀一死 八助攻 真的就是稳中求胜 我们说他那一局比赛 没有任何一波激进的行为 对 所有的他的决策 他的操作 都是在非常安全的 一个情况下去进行的 同时也能打出 他应该打出的输出 是的 然后很稳地带队友 队伍中走上胜利 是因为我觉得他也知道 现在队伍当中 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人 去撑起这个团队 是的 需要非常有人 就是去继承说 CAT在队伍当中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他们也在去找寻 对 只能说道路还长 慢慢摸索 不能说 你可能一个赛季 或者是一场比赛 你立马就找到感觉的 是不可能的 是无论是决翼 还是小路 我们赛前也讲到 其实作为 这行做LGD NBW的双边 他们从上赛季 在赛场上出现 征战开始 就吸引了我们 非常多的目光 对 然后像决翼 他当时的旋转 再到后面 一切又一切的精力 我觉得都是他 在KPO赛场上 非常宝贵的财富 是的 好那么前方的采访 准备就绪